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出埃及记八章二十至二十七节 上主对摩西说 你要清早起来 法老往河边去的时候 你要站在他的路上 对他说 上主这样说 放我的子民走 好让他们敬拜我 你若拒绝 我就叫大群大群的苍蝇 飞到你 你的官员 和你的子民身上 并飞进所有房子里 埃及人的家里 会布满苍蝇 地上也是如此 但这次我必使 我子民居住的歌山地 幸免于难 使那里找不到任何苍蝇 这样 你就会知道 我是上主 也知道 我甚至 临在 你们土地的中心 我要把 我的子民 和你的子民 清楚地分开 这个神迹 明天就会发生 上主果然按照他所说的去造了 一大群密密麻麻的苍蝇 飞进法老的皇宫 和众官员的房子 埃及全地 被苍蝇弄得一片混乱 法老赵摩西和阿伦来 说 好吧 去向你们的上帝献祭吧 但要在这地来献 摩西说 这样做不妥 我们献给上主 我们上帝的祭物 是埃及人所争护的 你看 如果我们在埃及人 视线所及的地方献祭 他们一定拿石头打我们 我们必须按照上主 我们上帝的吩咐 走三天的路到旷野 在哪里向他献祭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上帝是全地的主 上主要摩西向法老发出警告 他将要降灾给埃及人 但却特别声明 他要将自己的子民 所住的歌山地分别出来 使到那里 不会有大群大群的苍蝇出现 他对法老说 我要把我的子民和你的子民 清楚分开 看到这一句 我们这些属上帝的儿女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会不会更加明白 自己在父上帝眼中的位分 也更加明白 上帝对我们的恋爱和保护 是何等的大 上帝透过摩西 命令法老 放上主的子民走 好让他们敬拜他 可见 在上帝的眼中 无论信他的人 住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必须遵行他的旨意 敬拜侍奉他 上帝的子民 要以这样的侍奉敬拜 作为生活的首要指标 好与所居地的传统文化分别出来 当时的埃及人 视牛羊为圣畜 而以色列人献祭 正与这样的圣畜为主 因此献起祭尼 肯定会引发埃及人的功愤 照这样推上 以色列人在埃及 已经很久没有向上帝献祭了 摩西这次得到上帝的帮助 要恢复献祭 但是他也没有公然在法老要求的地方献祭 而是走到较偏僻的地方 因为他明白 上帝是全地的主 就是在抗野献祭 上帝也在那里 当信仰生活受到抗拒和排斥 我们要向上帝求勇气和智慧 以合宜的方式 去持守敬拜生活 多谢您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